我要請教歷史哥 對就是我們現在看到的是 賴清德他喊出了加碼 那他的加碼的方式 是因為他知道這個巴士量表 他有政院幫他先跟上 然後他要如何再走領先這一排 他昨天專訪的時候刻意提到 就是剛剛我們委員講的這個 癌症新藥基金 他要再成立這個東西 以及他也提到這個家庭的 外籍看護的申請條件 還需要再調整 不過當然他們是有行政資源的 可是講完之後呢 一次專訪過後呢 他真的會錯到嗎 我很懷疑這個 新藥基金是不是要有一個CEO 是不是又有位置要跑出來了 對嘛 這幾年創造了多少黑機關 創造了多少所謂政府轉 比如說他成立一個基金會 成立一個協會 別鬧了好不好 我是覺得 當然賴清德也有這個新聞 我非常同意剛才蔡正元學長講的 就是說你今天針對 比如說新藥最前緣的 本來我們買保險就是為了這個 比如說之前這個罕見病 就是有在PTT上面八卦版大家討論 很貴喔 一個要幾百萬幾千萬的 可是大家贊同耶 為什麼 因為全台灣人很少 這就是一個社會輔助的一個基礎 這就跟我們的社會文化是搭配 因為中華文化裡面 這有天下大統的一個觀念嘛 季若福清嘛 所以本來我們的社會就可以去 救治這個所謂的 老若在病殘這個部分 所以這個OK 可是你再成立新的基金會 你這個目標是不是又要多一個CEO 還是011萬 不過要017萬 還是021萬 還是0101萬 我們不知道嘛 所以我覺得今天 這個賴清德對於相關的政策 希望他更詳細的說明 但是不要老是成立什麼辦公室啦 基金會 大家跟我煩了 今天PTT八卦牌又 他就成立國家隊 對啊國家隊感覺要出來了 癌症心要國家隊 然後最近PTT八卦牌在討論什麼呢 在討論少子化辦公室啊 剛剛我們一直跟你講到一半 這PTT在討論的是什麼樣新的辦公室 少子化 就是在討論少子化辦公室 因為呢 最近我們知道有候選人提出 寵物啊 對寵物跟養小孩 可是大家呢 雖然寵物跟小孩這個放在一起 大家會覺得也比較跳針 可是整體來講 還是討論到少子化的時候 最後大家得一個結論啊 就是少子化辦公室達成目標就是怎樣 是讓台灣少子化 原來真正想消滅台灣人的是民進黨啊 因為台灣現在整個是暴跌啊 最近剛好我工作室在徵人啊 超難找耶 為什麼 因為少子化下去之後 現在的我們的這個年輕人勞動力 完全是流失的嘛 所以其實這一整個系列的問題 為什麼今天巴士亮表我們討論的 這麼的大家這麼熱烈 而且你想哦 莎莎我們從選舉到現在 大多數時候都在討論什麼 都在討論誰跟誰配 誰跟誰合 都在討論政治陰謀 今天上林嘎逼 沒人上林歌獎 然後誰又跟握手 但是很少有個政策點下去之後 突然整個燒起來 而且得到社會極高的關注 最好玩的是 民進黨竟然兩三天內對不對 賴清德說 接下來呢陳建仁說 全部馬上跟進 而且賴清德還加碼嘛 他還想說哎呀不只是這個年紀啊 還有這個什麼高血壓啦 糖尿病啊什麼 我覺得非常的好 那為什麼呢 因為這件事已經成為 現在台灣社會的一個劇痛 什麼劇痛 就是因為我們呢 很多的扛世代到七年級 再往八年級下走的時候 其實人口的萎縮速度非常的快 也就是說小朋友 生不如死 真的 生的人數比死人數還少 真的是生不如死 而且還有一個問題喔 現在這個扛世代他最擔心什麼 他要照顧他的老爸老媽 對不對 但是呢 現在老爸老媽又很長瘦 因為我們現在醫藥發達嘛 所以這個年紀又很長瘦 如果沒有意外的話 活到八九十歲就比比皆是 以前我聽我爸講 他們因為我們那個是林圓小漁村 所以那個風吹日曬雨淋 老人家老的特別快 他說以前到六十歲 他們都叫老莫莫 我夠老耶 這樣子喔 但是他現在六十歲 我老弟已經退休兩年 六十七歲了 生龍活虎 天天打靠夫 聚餐喝酒 到處 這個到處玩 真的差很多耶 所以現在變成這個 為什麼我這麼講呢 因為年輕的人 現在他的人數少 他一個人要過好多人 基本上大家也不奢求 所以扛世代 也就是說大概從三十 一直到六十這個段落的人 甚至要上延半 也到鄉下延七十 如果上面還在的話 對很多人到七十歲的 爸媽都還在 但是沒辦法奢望下一代來照顧你 但是你又得照顧上一代 哇那這就成為一個社會巨大的壓力 而且還有呢 我們的代季拉得非常長 以前呢 三十歲一個世代 沒有可能二十歲一個世代 現在拉到三十五 甚至四十 我很多同學前幾年才陸續在結婚 最近才陸續在生孩子 那我今年三十五了耶 那假設對他們來講 他們的一代差是三十五歲 那嚇死人啊 兩代差就七十歲了 所以對他們來講不太可能去渴望年輕人來照顧 那年輕人又要打拼又要工作 然後現在的幾乎都是要做斜槓嘛 他學斜時間拉得非常長 他要學很多東西 所以永遠孩子都在忙 那怎麼辦呢 老人家沒人照顧怎麼辦呢 然後自己又工作又是一個抗世代 又沒有 所以就變得很辛苦很痛苦 這也是為什麼八三兩表這一次 他是整個社會的一個氛圍的出口 早該改了 而且欠到現在 所以我一直覺得民進黨就是這樣 他就是一個完全選舉型的政黨 對他來講 如果沒有選舉 什麼都不用做 我就忙著幹嘛 九天選舉練基數 然後連台語都不會 對 然後什麼都 其他啥事都不幹 就是每天呢 就在那邊想著搞錢 搞權 等到真的要選舉 真的有人提出來了 哎呀 死啊 這個社會過了七年都沒動 這八四亮表為什麼突然 賴清人突然講了一個說 哎呀這不改不行 哇那你睡七年了大哥 你從台南市場做到行政院長 做到副總統 你這麼多時間 然後你還做黨主席 哇大哥你之前在幹嘛呢 過去清零你在幹嘛呢 他啥事不管嘛 所以終於有人 坐下來提這個政策 所以我非常肯定 這次侯市長的一個做法啦 也就是開始穩打穩扎的 去打提政策 而且還有一個重點 因為國民黨是有完整智庫的 現在台面上 只有藍綠兩大政黨 有自己完整的智庫 所以他們在提政策的時候 尤其國民黨提政策 為什麼民進黨平常很忽視國民黨 覺得國民黨現在不成棲 但有一個重點當提到政策的時候 大家來比嘛 比這些事務官 比這些政務官的資力跟能量 而且他的這個扎實的政策 是可以有完整性的時候 民進黨就會怕了嘛 所以其實繼續強打政策 還有一個東西是隱藏著 這個巴士亮表後面 最後提一嘴 不知道今天會不會聊到 就是護理師能力的崩盤 最近前五個月 流失了1700多名 其實包括我太太 我太太也把那個 因為他就是等於說 留職停薪嘛 他這次正式的就把他辦離職了 為什麼 因為不想回去那個環境 那個環境說真的 要顧小也顧不好 身體也顧不好 而且護理師真的很辛苦 然後說這個收入很差 真的很差 那我為什麼提這個呢 因為賴先生 你是醫師耶 你對護理第一線 你真的不知道嗎 你真的不了解嗎 怎麼可能 到現在你去處理嗎 完全沒有處理 到現在衛福布聯護理津貼 什麼時候弄好都不知道 我們只知道指揮中心 花了我們十幾億啦 這個才是整個 我們在看待這一次 賴清德轉彎的時候 那我們選民要該怎麼講 我們選民呢 就繼續的給他們壓力 另外呢 我是希望侯市長 繼續的拋一些新的政策出來 然後呢 讓這個民進黨追都追不上 那就代表什麼事情 他們現在他們可以追一項 他們可以追那麼多項嗎 不可能 因為他們現在太多貪腐必案 他們都是超私的雞蛋 缺電缺蛋各種 然後還在瘋狂的挖國家的錢 還在忙著九天選擇煉金術 我們等著看 我相信這個選擇慢慢會有變化 原來好的益生菌 真的可以幫助入睡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是國家認證AB克菲爾益生菌 含七種有身分證的專利活菌 能產生GABA 色胺酸等助棉因子 難怪吃了更快入睡 夜睡得更好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也是台灣市場上唯一添加 克菲爾益感菌M1的產品 這是由台灣知名的大學技轉 對季節敏感 調整體質的朋友 真的是一大福音 還有這支還添加 被稱為超級食物的 羽衣甘藍萃取物 不少研究都指出 十字花科蔬菜 有助抗炎及防癌 像是羽衣甘藍含有高量的葉黃素 β胡蘿蔔素 維生素K 維生素C 葉酸等豐富營養素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專利製成 無酥化劑 無重金屬 無人工添加物 無410 項農藥 無香料調味劑 無防腐劑 無色素 七大保證 七大認證 覺得好安心 每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快點購下單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Button Oui 棺 этого